新店国校里长期办理黄金资收站成果丰硕 而资收物的变卖所得也全部都回馈在里面身上 4月26号上午便在国校里活动中心举办了资收奖助学金的颁奖典礼 颁发的对象为里内资收户国小到大学的优秀学子 今年一共有102位获奖 里长郭路军除了勉励这些获奖学子要努力向学 同时也呼吁大家一起来做环保爱地球 国校里长期办理黄金资收站成果丰硕 里面除了可以换的垃圾袋 这些资收变卖所得里长郭路军更是拿来作为奖助学金 老人共餐与环境整洁等运用 4月26号礼拜天的上午就特别颁发资收奖助学金 国校里的活动中心挤了满满的里面 新北市议员刘哲章 陈永福以及新店区长林黄元 也都前来勉励学子 今年一共有102位获得这份奖助学金 去年已经做一次了 今年是第二次 而这一次我们有大学 高中 国中 国小 总共有102个小朋友来参加 我们目的就是说希望环境是大家由小做起 所以希望学生大家一起从家里面开始环境照顾 那么到社会 把这些垃圾变成黄金 很多里都在做这个资收站 而且都做得非常好 尤其是我们国校里这边 我们国里长用很多的时间 拜托很多志工帮忙 都非常热心在从事这个工作 里里面的这些乡亲也都非常配合 国校里里长郭如军表示 今年颁发奖学金的对象 有限定式资收户 也就是有参与资源回收的家户 才能够有资格获奖 而国校里一个月办理两次的资收活动 分别在国校里 办公处和活动中心 他也提醒里面要确实地做好分类 强调资源回收的重要性 呼吁大家只要有心做环保 不但可以减少垃圾量 还能够爱地球 记者杨邦友 张芳琪 新店采访报导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资源回收的